大家好,我是秦伟平 欢迎大家踊跃订阅秦伟平频道 我们今天继续分享 中国危机大逃亡的视频版 然后第三期节目 谢谢 需要购书的同学朋友 可以继续通过Google Play和PayPal 然后或者国内发邮件给我们咨询 谢谢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唯一现在现成的一版纸书 因为其他的全部已经寄到世界各地了 这是末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能会做23个小视频 这样子给大家分享 第十五页 临冬将至 你可能看不到下一个春天 如果你看过每句权力的游戏 想背对临冬城斯塔克家族的疾言 Winter is coming 印象深刻 临冬将至 这是一种警示 居然思维才能立于 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孟子有雨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纵观中国历史 王朝更替频繁 生于忧患常在 死于安乐也屡见不鲜 今时今日的中国人 生于忧患 从嘉兴南湖那条船开始 死于安乐 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不管你是否愿意 事故的寒风已经吹起 不幸的是 这一个冬天 比我们想象中的漫长很多 短则三五年 长则寿十年 这个星球正在上演 现实版的权力的游戏 剧情一定足够精彩 残酷而现实 只是有人注定 看不到下一个春天 或许包括你在内 2016年 巨变之年 从英国人全民公投选择退欧 到美国人选择川普 作为新的总统 两只黑天鹅 让全世界惊讶 欧盟深陷在欧危机 难民危机困扰 分崩之势难免 菲律宾杜特尔托 不光会强力禁毒 还会玩转南海 左右逢源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借政变之名血洗一己 野心勃勃 正在摩拳插掌 俄罗斯总统普京 虽然因为油价大跌 遭受重创 且依然顽强了 仕途帝国再起 叙利亚独裁者巴萨尔 与ISIS难解难分 伊斯兰恐怖主义 没漫前求 印度的强势总理 莫迪打击腐败和黑金 出手果断狠辣 朝鲜流氓金正恩 导弹试验 却无人能够阻止 韩国总统朴景慧 因闺蜜们遭弹劾 新西兰总统约翰基 却因家庭原因辞职 委内瑞拉年度通货膨胀率 高达500% 总统马杜罗 却依旧拒绝下台 还有非洲津巴布委的 经济崩溃 民众生活十分之艰难 已经执政36年的总统 莫加碧倒台 似乎指日可待 放眼全球 中国似乎风景独好 上半年拼命抢房 下半年拼命换美金 中国大妈们一直都很忙 这就是正在上演的 现实版的权力的游戏 编剧和导演是上帝 或者是可以操控 主宰地球的更高级文明 不管你是否承认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们 依旧操控着人类世界 贪婪和恐惧 将会再一次重创人类 临冬将至 你必须打起十足的精神 做好全力准备 因为你肯定希望 你和你家人 能够度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可以看到下一个春天的阳光 世界有世界的问题 需要有老大去操心 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却需要你自己去操心 英国作为近200年来 称霸最长的国家 这一次选择退出欧盟 是在保存实力 试图在下一个赛季再次出击 苏联解体后 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当然了带头大哥和世界警察 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让中国越居第二 卧塔之策 岂容他人酣碎 愤怒失落的美国人 选出的川普 将为这打乱世界现有平衡的人 破局再所难免 全球政治经济气候将骤降 寒风凛冽 任他雾霾深沉 公平与正义欠风 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淡定如水 一潭死水 埃克森美福的掌舵人 蒂德森出任美国国务卿 如果说俄罗斯黑客协助川普登上总统宝座 还让人怀疑的话 那么这位毫无外交经验 却与普京先生熟悉的石油大横出任国务卿 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 美国人的智慧 请丝毫不要怀疑 当年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直至解体 广场协议让老二日本一蹶不振 如今面对多多悲人的老二中国 如果联俄抗中的话 就俄罗斯人的信誉而言 中国是否面临一场悲剧 川普上任前 与台湾唱一文 打一通电话 发几个推特 北京就有人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政策 与台湾建交 中国将会如何应对 这绝对是一个难题 WTO15年到期 美日欧 均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经济外强中干 出口早已是负增长 消费乏力 贡献有限 天量投资 不光导致腐败和贫富分化 更是让各级政府在台高筑 我预演的中国危机路线图 于来于尽 一直引以为好的外汇储备 年底跌破三万亿 各路资金疯狂出逃 这次中国这时候经历过无数次大风浪的大船 未来何去何从 政府有政府的考量 民众却必须要有自己的应急准备方案 由减入涉意 由涉入减难 最近三十余年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 普通公众的整体生活水平 确实有了大幅度提升 特别是在 密冠里长大的年轻人一代 对于未来要过苦日子 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或许去年的股市暴跌 让有些人仍然心有余悸 但今年的楼市暴涨 却依旧让人疯狂 不能自控 未来三五年 临冬季节 楼市泡沫彻底破灭 股市暴跌 通过膨胀 大量失业 流民士气 如果央行继续疯狂印钞 印钞 维利瑞拉和津巴布韦的今天 就是我们的明天 而这一切 还不是这个国家最疯狂 最艰难的时刻 悲剧才刚刚开始 仅仅分析中国经济 政治社会发展的内因 即可让我清晰的描绘出中国危机路线图 从债务危机到金融危机 再到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 最终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难民危机也不是最后结局 如果再分析全球各国政治博弈外因 川普不按常理出牌 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 或者联署俄罗斯制衡中国 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际风云突变 画风颠覆 这个林东的不确定性将会大大增加 中国的领导人个性强硬 第三次世界大战 插枪走火也不是不可能 有人说 我们时刻都要警惕我们的政府 无论是民选政府还是独裁政府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耍流氓 辛苦工作 创造财富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以各种名义拼命印钞票的 也都是各国的央行 贪婪是万恶之源 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 正面临一个转折点 无论身处世界何地的普通人 有些事你看似有选择 其实没有选择 但无论如何 我都不希望你昏昏大睡 也不要恐惧绝望 让我们乐观应对 积极准备 一起面对临冬 蜀望春天的到来 谢谢 这是这个章节 我们下一个章节分享 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订阅 我们的钱文平频道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